今天这个outfit of the day呢就是一套蓝色主题的 其实今天我穿的衣服呢都是旧衣服 都是我觉得如果说搞坏了或者脏了都不会可惜的 因为我今天呢要跟朋友去吃一个火锅 所以呢我就把头发炸起来了 就尽量方便的去享受美食吧 不会让头发阻碍我去吃东西 这个衣服也已经买了好几年了 而且是可以洗的 万一汤水沾到上面也无所谓 也不可惜 然后这一套呢 cardigan跟这个长裙呢是cost的 也是打折的时候买的非常便宜 唯一这个鞋子呢是鞋子是sm的 它的鞋子我的启发呢是在油管上 看了一个英国的一个时尚博主 Trenny他的介绍 然后我就买了三对 非常的提气 就是非常的起饭 给大家看看啊 它的根很高 然后呢就这样走几步呢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这个鞋子我是不太推荐 这双球鞋还好 其他两双是木根的 就是很难很难起步 然后呢你走路的时候呢 你就真的是非常难走 我呢一般都是当拖鞋了现在 但是我一口气都买了三对 而且不便宜 而且呢它不是真皮 因为Stella呢它是一个素食者 所以它全是假皮都卖到这么贵 所以呢如果说你要七起饭啊 你要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买来走路的话呢 我是不推荐 但是非常好看 然后这个包呢 晚上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 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项链 非常漂亮的丝的手工的项链 有一次在嘉年华的时候买的 支持local的business买的 因为我发现这个颜色跟裙子的颜色 太相近了 没有一个颜色的contrast 所以我就挂了一个这个 增加点颜色的contrast 这个包呢就是Teddy Blake的 它可以把它的那个肩带拆了之后呢 就可以手提 这一套呢放下来是可以这样的 可以非常轻松的吃东西啊 什么都可以 微一点就是没有 没有好一点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OOTD 我呢就是每一次搭配好呢 我会录一个小视频 但是不代表我每次都是搭配的非常的完美 非常欢迎大家给我留言提意见 如果说我搭配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idea 给我提意见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都能进步 好了谢谢大家 这就是今天的OOTD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好 我们下个视频 这都是 可能 我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